法拉盛的美食好消息永远都是源源不断的 我现在就站在的是香港好运来超市的门口 之前呢大家都是过来买东西做goesery的 对不对 现在他们下面也开了一个future 而且大家可以看 来来来 跟我敲着地板看一下地图 其实呢好吃的之前的那些food court 都是Roseville和缅街往这边走的 靠近北方大道呢还真是不多 我们这个位置其实吃food court是非常合适的 上面又可以买东西 旁边又是大停车场 而且还靠近北方大道 交通都好方便 不过东西好不好吃 还是要替你尝尝看 走吧 他们这呢就是上面是grocery购物的地方 下面呢就是美食城 而且据说里面是有22家汤位 汇集了中国东南西北中各地的风味 走吧 我们先来吃吃这个沙县小吃 我们的沙县扁肉啊一瓶蒸饺 这都是我们沙县的特色 它很鲜的 我们的汤都是鲜熬的 我觉得扁肉吃在嘴里的感觉就是特别有弹性 吃上去 很软 好吃 再来尝尝这个拌面 加入我们自己的一些汤匙啊一些葱汁啊像花生酱这一类的自己调的 香味是比较独特的 它的面比武汉人外面要软一些 武汉人外面要更轻道 好吃 这是22家当中的第一家 我要摸放去下一家了 谢谢 谢谢 下一家 哦吃活的地方 又是粉 你们这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个 我们这里卖的最好的是火车头 汤底要熬多久啊 汤底大概有差不多一天的 要熬一天的 八个小时 鲜还带着回甜 还有牛肚 我的火车头就是很齐全 也可能吃得很舒服 好的 谢谢您 谢谢您 刚才吃完了火车头面之后呢 我要尝尝我们中国的红烧牛肉面 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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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 就是红的 我们这边主要商牌就是红烧牛肉面 这是哪个地方的特性吗 是 主要是台湾风格 台湾风格的 对 你们汤一天要熬多久啊 好几个小时 放了几十种的材料 就是说慢慢包出来的 面好了 面好了 就是台湾风味的牛肉面 台湾风味 有点香港风味味味道 也有香啊 他们汤的好浓郁哦 新鲜的面就是不一样 非常劲道 终于把面暂时先吃完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Kai Express 你好 你好 这是泰式的海南鸡饭哦 我们最主要的有三份 第一份就是泰式的海南鸡饭 第二就是炸鸡饭 第三个就是架鸡腿饭 教我说一遍泰式海南鸡饭怎么说 泰式的海南鸡饭怎么说 泰式的吗 对泰式的吗 我们叫Kaumangai Kaumangai please 好小北北 谢谢 Kaumangai 谢谢 谢谢 我就在这里吃 我们平常吃的海南鸡饭 精致的味道要更臭一些 这个要更辣 明显要更辣 还有带着一点醋的那个味道 鸡肉好嫩哦 好的谢谢你 好吧 谢谢 吃完了海南鸡饭 我们到了天津饺子 你们知道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呀 饺子 鱼饺子和山鲜 还有锅贴 羊肉西湖锅贴 鱼饺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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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点都吃不出来是鱼的感觉 就觉得很细腻很鲜 你们是每天新鲜包的吗 对 现包现足 好吃 好 谢谢 哇 凉皮王 这个我很熟悉 是老朋友了 我们家主打的就是我们的凉皮和煎饼果子 还有大盘鸡 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凉皮 纯手工做的凉皮 然后配上我们的绿豆芽菜 还有手工蒸的面积 还有各种的桥料 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能卖200多份 现在一天能卖100多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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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老顾客都过来吃我们的凉皮 纯手工做的凉皮特别的筋道 美味爽口 这是很好吃 我觉得在美食城里面走着走着发现 这地面真的是很干净 听说他们是请了专业的保健人员每天来保持它这种干净的程度 用餐环境我绝对给它A plus 我发现两件事 一个是在这个美食城里面 电话的信号特别好 所以哪怕你是排队的时候 我觉得你发个短信绝对没有问题 再一个我发现他们的楼梯 其实我看到第二个楼梯了 所以来来往往应该还挺方便的 这一家饮品店 其实我之前有喝过 我有一个很大的杯装 而且我记得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青苹果柠檬汁会口味 就是这个要吃 这么一家费多少钱 5块半很便宜的 5块5 我觉得这可以喝两天吧 青苹果就像初恋的味道 另外还要跟大家说的是 他们还有直梯看到没有 所以就一共有三个可以进出的口 是不是特别方便 小江南 这家没有见过 这是你们是在香港好运来超市独有的一家是吧 是的 你们家最招牌的是什么呀 鲜汁肉包 好吃 里面非常的鲜 我觉得很像我小时候吃到的肉包子的味道 好香哦 谢谢 牛肉火勺 我多少年没吃过了 所以说你们这里就是主打火勺的是不是 对啊 主打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一个套餐 我们是里面是天井肉小的 然后我们的皮特特颜就是sweet soy 一般吃到第一口就会感觉很惊讶 然后配上的是羊杂汤 羊杂汤和羊肉汤 嗯 他们是没有放盐的 在这种情况下 尝上去都非常的鲜 哇里面的内容好足 谢谢 听到那个crunch的声音没有 好吃 外面的皮超级的脆 里面层层结结的 老妈麻辣烫 这个是在我们做亚洲三味的时候 最初的几季的时候 他们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菜市很多 又可以做麻辣烫 又可以做麻辣香锅 哇 年纪中心 这是卖的最好的麻辣汤吗 对 很多能吃的 中心感觉它的那个炒料的味道 会很香 在那个汤里面 你能够尝得出来 好的 谢谢 谢谢 晴汉糖 这次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一几种啊 我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羊肉泡馍 因为目前呢 在纽约甚至全美国的美东的 最好的羊肉泡馍就是我们晴汉糖家的了 哇 你怎么这么有自信啊 是的 的确 因为我们的东西呢 是运用的全部都是非常好的中药材 那以及呢我们的羊肉呢 是每件现杀现宅的 那么羊肉汤呢 是经过七小时的炖制才出来的就是味道 是挺鲜挺能的 对 那我们的 膜也比较有嚼劲 那三合拌面呢 是中和西北非非常著名的面食了 所以叫三合一sauce 酿制的这种素sauce 非常香 对 高大酱油拌面 对 好吃 这个好吃 好 终于到了台湾小吃 这就是你们家的招牌的盐酥鸡 对 中打的是盐酥鸡啊 排骨罐啊 还有那个牛排 外面酥里面暖 真是 里面还带着鸡肉的肉身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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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拉面 哈喽 最好的就是兰州拉面 还有炒饼 我这个是deluxe版本的 里面有好多海鲜哦 对对对 嗯 这饼心的 香 多气十足 吃瓶子吃这个斤豆 哎呦终于可以喝口水了 茶大 你们家卖的最好的是哪一款啊 果汁 给我尝一个你觉得最好的吧 我觉得最好的吗 嗯 好 给我一下 我们家的果汁是没有任何的水 没有任何的饼 它是纯果汁 这个是里面有给我配的什么呀 是第一个就是 胡萝卜柳橙跟苹果 对 没错 其实真的挺好喝的 别以为胡萝卜在里面 我会觉得很奇怪 很好喝 你们这里的菜最招牌的菜是什么 招牌的菜不及分配 酥饼 玫瑰花的椒芽芝麻酱的 嗯 我能尝尝吗 可以 特香 特别酥特别香 嗯 你各几天都是酥的 嗯 终于有辣的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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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嗯 克莱芹主打的是什么 嗯 多椒芋头 我们这都是果鱼 是在这儿献沙吗 对呀 嗯 鱼头可以选小辣 中辣 大辣 你吃辣吗 嗯 好吃够辣了 我吃辣的我吃辣的 而且我们这剁椒的味道也是非常好 嗯 哇 又咸又酸又辣 好好吃哦 谢谢 好 下一家 铁板烧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 我觉得是去一个服务客选择 绝对不会出错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调的酱汁 自己调的酱汁 对 秘制 好 尝一尝 照烧鸡肉 好吃 但是这样就很像照烧鸡肉 带着一种回甜 谢谢 我们老边调的是东北山长 东北那个沈阳的老字号 百年老字号 这个是幼山间 平均有嚼劲的 里面酒菜好香 妈妈厨房 这个听上去就好亲切哦 哇 好漂亮哦 龙利鱼片 龙利鱼片 嗯 它这个龙利鱼片外面炸得很 很酥很脆 然后里面的肉都非常的嫩 真棒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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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鸡肉 非常好吃 它的白菜口感是非常的脆 这我吃过最脆的 好吃 它不是那种 我们吃上去那种 酱汁特别多的环式牛肉 你看它这个肉其实非常清爽 它们家就比较多元化了 首先是各式的烧腊 还有点心 吃到这边 就是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四菜鱼汤 温州小吃 这是我第一次在福康里面见到 大厨 您贵心啊 怎么签后您 我幸福 您做这个行做多少年了呀 哇 我也在一辈子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您现在需要这个菜 我把里面做好 拿出来就好了 好 给我们尝尝有哪几个菜 这是什么 三鲜面 三鲜面 对 里面有哪些跟我们介绍一下 里面有肉丸子 肉丸子 有白丸子 还有这个 是猪皮吗 对 还有这个猪皮泡 什么都有 这个是鲜肝扣肉 鲜肝扣肉 鲜肝扣肉 对对对 您这个做的是比较甜口的吗 对 这个是我们的 温州那个 卤熊鸭 鸭子卤好然后再熏 熏出来 味道 卤好之后再熏 味道很好 小椒牛肉丝 这个味道也很好 好就这样 谢谢你们 谢谢大厨 在其他的美食城呢 你是找不到温州小吃的 只有在这儿 就是香港好越来超市的 楼下的美食城 你才能够尝到 锅子中的美味 面豆好鲜哦 我来尝一尝这个 丸子 嗯 好吃 它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炸过 还是怎么样 那个肉非常有团线 里面还有一点马芹 这样是特别像那种酥肉丸子 再来尝尝大厨 特别看好的臭肉 嗯 肉真的软而不烂 有那种梅菜的清香 不会特别甜 不用担心 这个是我觉得 它这种鲜鲁厚熏的 还真是不多 嗯 烟熏的味道很浓耶 它更突出的是那种烟熏的香味 还有鸭子本身的那种肉的香味 但大厨说呢 下酒准没错 最后再来尝一尝 我觉得只要是在法拉圣人 就一定会点的小椒牛肉丝 盖饭里的小椒牛肉丝 很嫩 但他们家的做的呢 就比较偏甜一点 哇 好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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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不错 对啊 看到没 大家可能看到 我刚才在每一个摊位 都只尝了一口 其实我们是不会浪费食物的 这些东西呢 我都全部让他们给我打包回家了 至于是我一个人吃呢 还是我的同事会帮我分摊掉 这个我不告诉你 走啦